哈囉我是Zender 接下來打的這一關是夜幕降臨探勘 中途才錄啊 所以現在就是打到殺蟲的這一部分 那打殺蟲的時候 一開始比較沒有去看光月 所以就隨便打 然後一開始 第一場就是死了蠻慘的 全軍覆沒 可以看到他殺蟲 只要你拉開遠距離的話 他就一定會一直吐毒 然後他的毒又很難去擋下來 然後我有沒有帶那個看毒的 一些道具的話 很容易就會死掉 再加上天氣很不好 沒有注意到天氣 在沙塵的光暴底下 就不斷的損血 然後不只損血 然後走路速度越來越滿 後面就全軍覆沒 全部都死光光 那看了一下功率啊 然後大概知道怎麼打 所以第二場就是全部都拿 小刀近戰武器 直接跟人家貼著打 那其實他的攻擊力 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高 只要你的裝備 稍微穿好一點點 基本上就不會打得太痛 然後就是 打 一般是說 打十下 然後 轉兩下再貼著打 不過他有時候會轉到三下 所以就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就蠻輕鬆打的 沒有遺憾想著這麼難 那後面就是接著趕路 到下一個地方 下一個地點 去打那個巨大的蝎子 那路上就是看到一些小動物啊 就稍微打一打 殺一殺 那看到熊就是把它打一打 然後 刮個皮毛 那後面也就是趕路啊 然後就到下一個地區 下一個地區在那個 也是沙漠地區啊 打那個巨大的蝎子 那打蝎子的話 就是真的比較麻煩一點 那中途的話 就是看到有一些 食材什麼的 就稍微收集一下 避免到時候 沒有東西吃 會比較麻煩 那今天各位還是 就是帶著那個 氧氣瓶啊 跟那個 水壺 我就是從那個工作坊 去買的 一階的那個 氧氣瓶跟水壺就夠了 然後到 打BOSS之前啊 最好就是 用個床鋪 然後 寄個點 會比較 安心一點 然後中途 發現說 欸 怎麼會打到那個 生物都死掉 怎麼會 像錶本一樣 站在那邊 這 還蠻有趣的啊 一個小BUG 在遊戲中 也會出現一些小BUG 蠻有趣的 那我是在那個BOSS戰之前啊 就 在高地建一個家 然後 稍微 烤個肉 稍微整頓一下 再出發 然後 我們的話 是比較 不喜歡在夜晚戰鬥的 就 設個一個 一坪大的小房間 然後 三個床鋪 簡簡單單 其實建個一坪大的小房子很快啊 就只要兩個墓地板 然後三個牆壁 然後 四勤礦 在地上打個 一個樁兩個樁都可以 然後旁邊用個小購火或火坑都可以 來就睡個覺 就馬上到早上了 然後可以的話就是 用個那個 大塊肉 然後 然後 小肉也 多用一點 就是要補鞋的話 比較方便 那準備好就可以出發了 那打那個巨大的鞋子的話 它就是會從底下 突然冒出來 就是要稍微 心臟要大顆一點 不然你就真的會被它嚇到 那鞋子真的是 哇 靠它真的 比一般鞋子真的跑得快多了 所以也是要走一下位 其實 被它打一下是還好啦 但是被它貼著打的時候 它就打得很痛的 我一開始 覺得說 好像貼著打可以 但是 鐵子打 反正是我 那個 血損差超多 而且又會中毒 那後面那個 道具要帶一下 抗毒比較好 有個毒抗在啊 你損血比較不會這麼痛 然後我也是還有帶那個尖刺牆壁啊 然後就是把它建好之後 再帶那隻鞋子 給它玩繞圈圈 繞來繞去 我這樣消它的血量是蠻快的啊 我不過就是注意 繞圈圈你就不要躲暈 我假如說有 比較容易3D暈的玩家 我建議可以做一把槍 打的傷害比較高 打比較快一點 不然就是要像這樣子 用個尖刺陷阱或什麼 類似 可以障礙物之類的東西 然後去消耗BOSS的HP 然後這個巨大的鞋子啊 它血損到一個程度之後 它就會在躲地上 然後用它的尾巴去遮你 去從地底下跑出來遮你 就是滿機車的啊 而且有時候跑下去之後 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花比較多的時間是在跟它玩躲迷藏啊 躲貓貓 然後這個尖刺陷阱呢 因為它只要有碰到敵人 它就會稍微有些損害 就要帶一個鎚子 稍微修一下 然後建議就是 帶個比較高級一點的武器 比較打比較快一點 我們比較省啊 就帶比較粗階一點的武器 然後就在一隻在跟它玩 繞圈圈繞圈 然後有時候因為它 繞圈有bug 所以它的血量看起來 看起來就還有一半多啊 我們就稍微再打一下就OK 打完就可以上路回家 那其實在最後要繞圈的時候 我以為說這個 閃瞄器啊 會不會又放出一堆怪物出來 所以我們就建了牆壁 那其實不用啊 就把那個 要拿的材料啊 還有 BOSS打完之後 欸 啟動之後就可以回家了 然後這整個玩起來啊 最困難的應該就是 呃 一開始不知道殺蟲怎麼打 所以 可能會吃一點虧 那其實看完攻略啊 打殺蟲其實還蠻簡單的 它在進戰的時候有固定的模式 然後 又不會放毒 就比較好打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打蠍子的話 它會潛入到地底下 會比較麻煩 要一隻跟它玩躲貓貓 那這一關其實 呃 有研究過的話 打起來不會想像中的這麼難啊 所以 推薦給各位 可以這樣攻略 那 遊戲到這邊 攻略 介紹結束 我是Sender 祝各位遊戲愉快囉 再見